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百分之六十点五的人赞成这个十二年国教的一个推行 好 接下来第二题怎么问呢 那第二题问到就是那我排富的问题 这个免学费政策应不应该排富呢 也就是说富有家庭的子女是不能够免学费的 看到这赞成的多少呢 应该排富的支持的有百分之五十四点八 所以看到这里呢 我们就要继续请教不晓得 理事长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 我们刚刚正在聊 其实刚刚说到 我已经说到检考会的一个民调的数字 其实在这边也有一些些很好玩的一个调诡的地方 你赞成免学费 免试入学 但你又赞成应该排富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社会气氛 应该怎么分析 这个关键在那个叫富有这两个字 就是到底什么叫富有 我知道很多家长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去 国家为什么要去给那些 我们叫做有些叫贵族型的学校的家长 对不对 为什么要提供 然后又没有给他们任何的限制 他要怎么样去筛选国中生 然后筛了以后就继续直升 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富有那两个字 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一个字眼 对很多家长来讲觉得 那是应该啊 如果富有的话就应该要排富啊 是 那好 所以呢这个富有两个字是关键 但是也很吊诡 但是我们说到大家都有搞钱 那我搞税 这个钱到底怎么去补助 不都是大家缴出来的税吗 所以如果在这里做文章 或在这个地方 政策就告诉你 赞成的有六成多 原稿会数字比 今天旺旺中生名叫数字略高 大概六成上下 因为这样就成为一个执政 你能够拍板定案的一个关键的话 这样委员这样就可以接受吗 当然刚刚提市长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排富的这个富 你现在如果定义是在114万 我想任何人都不能接受 那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再把它抬高一点的话 那你政府的财政 事实上是绝对够支应的 那你干嘛又在无视者尘埃 没有必要 那也就是说 现在很多委员比较 比较所谓催眠自己的 那就讲说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改善教学品质啦 增加这个老师数啦 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我必须要讲 在当时我们当老师的时候 一个班级的学生是五十几个 六十几个 我在教书的时候 孩子是可以做到 那个门板那边的 那现在孩子呢 一般呢大概三十五个孩子 不到四十个孩子哦 那当然讲 我们说现在的孩子少 你老师多 你可不可以再怎么样去调度调配 那是另外 那是另外一个课题 你认为说 因为学用落差 所造成的技职教育 这几年十几年的迷思的话 我觉得那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要提了两百多亿的 在这未来的五年内 怎么样去改善技职的环境 那也是另外一个议题 还有你说偏相失衡的 这种教育设备 教育品质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这都是 常年累月的问题 不应该把十二年国家 啪啦啪啦 全部都放在一起 然后再告诉你说 我这个部分可能钱会不够 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说 我必须要讲 到昨天下午三点多 四点多的时候 其实部长还认为说 其实钱其实是有准备好了 讲部长 他会说他心中五味杂成 这是他昨天的心情 那现在告诉大家 其实不是那么的没有钱 钱其实是准备好的 委员 国民党委员都直在 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所以一切就像 刚刚进来你讲的 因为他纯粹是 政治出发 政治考量 我们的院长 又是政治学的博士 今天讲的理由 能够说服您吗 钱要花在刀口上 那省下的钱要去干嘛 就像刚刚委员讲的 要做教学品质的调整 要做教学器材的提升 那明年也不过 省那十几亿 不知道发到 宣伯的各大高中 只学校去 这一人能够分到多少钱 一个学校能分到多少钱 怎么会是这样子 我还是必须讲 因为这个政策 他应该有他的众生 那个众生的本身就是 其实历来 只要是首长选举 他都会用这个作为 他在这里面的选票 因为他想要讨好 所有的家长 所以他不要搞清楚 不要再被骗了 他就是要免费 那今天这个问题是 马英九总统 去反对马英九总统 就是着视经非 就一百年的 那个时候的元旦 他可以这样大嘞嘞的 后面当然有一块的基础 那一块基础 也不是一百年 八十年的年代 就开始每次不断的讨论 就是我们要往下延伸 还是要往上延伸 那个免施 那个义务教育的意义 它本身后面 除了一个让你觉得免钱以外 还有让台湾的竞争力 它基本上希望大家受教育的 这个年限更多一点 透过教育 能够让大家品质更好一点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他一百年提这个 他后面有一个基础在那里 那个基础在那里 其实也考量了钱 那钱今天被拿来当成问题 我认为他无限在放大 我也不知道 当初想要讨好选民的 放在今天或是明年要选举 他又得罪了所有的选民 这过程当中是非常奇怪 也非常吊诡 江伟宁部长 接吴清基部长 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就是12年国教上路 你看他所有 谈所有的事情都是 12年国教一定要上路 免事跟免升学这件事情 他其实你去看所有的事情 只做这件事情 好 这件事情如果他说OK 他是丙谁之意 他当然丙马英九总统之意 那那个意思是从100年 吴清基到蒋伟宁 这是马英九总统的意思 那今天江院长在这边反对 他丙谁之意 也是马英九总统之意 所以是马英九总统的左手 跟马英九总统的右手 或是马英九总统的昨天 跟马英九总统的今天 在这里面互相打架 所以今天台湾在这里面的内耗 这样的讨论有必要吗 有意义吗 有进步吗 没有 那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一团乱 在这里悬膜里面打转呢 马英九总统到底脑袋在想什么 他不是应该一路贯穿的吗 我再讲 他干过台北市长 在台北市长任内 这个东西都讨论过非常久 我们非常清楚 这一路下来一直是这样子的 波涛胸人往前走 他后面有的教改意义 你如何让这个教改的意义 落实在台湾社会 让竞争力 不要让大家找不到工作 不要让大家变成台劳 这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 可是你看不到 他在这里面的深度 那我要问的是 是谁好弱了台湾社会 是谁好弱了今天 大家在这边闹哄哄的草意 请问马英九总统 你的方向在哪里 如果一百年的那个方向是 就继续往前走 今天不要再回过头来 在这边打转 像陀螺一样 何必呢 这空转内耗的 最后受伤是谁 其实是大家 马总统在上个星期 其实在这个应该讲 接受的最新的广播媒体 的专访当中 就有问到 所谓十二年国教的问题 当时总统的回应是什么呢 应该就在 星期一的时候的反应 他的回应其实 就是在铺牌 今天要翻盘 他告诉大家 他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说 十二年国教 到底排不排复的问题 就由院长跟部长去决定 他们怎么决定 就怎么做 就果不其然 你端午节的时候 真的还翻盘了 大家觉得是不可能 因为讲部长 到前一天都还在说不可能 不会排复 所以执行是谁的意志呢 像竟然讲 在一切一切 其实最后的排版的 核定权在谁手上 就是马英九总统 好 那么到底所谓何来 现在大家都说 真的搞不太清楚 到底这个在政治议题上面 他能因为这样 保有多少票 那大家未来 再来拭目以待 那重点是 我们就去看下去 那么现今天的 张一华院长的 一个报告告诉大家 其实这不叫义务教育 没有十二年国民义务教育 这几个字 这叫做十二年的 一个国民教育 好 有差没差 是不是就在这里 排不排复 就是在这里 可以上下其手的空间呢 所谓的九年义务教育 我们现在知道 六岁到十五岁了 这是普及的 而且是义务的 所以必须强迫你入学 一定是免学费 但是是义务教育 如果你没有去的话呢 哇 这个父母是要被罚的 那么现在呢 在扣三年的一个 九年级之后的 高级中等教育 对象是十五岁以上 就像我们讲的 高中生 这个是自愿带 非强迫入学 他免学费 但是现在告诉你 必须适度来做排复了 好 那么接下来 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 多元普及 以及这个普通跟职业教育 都能够兼顾的地方 我们真的不清楚 所以我请教欧老师 这个有差 有没有义务两个字 真的是 实际执行上 意义就可以差很多 其实刚刚刚刚聊到 因为重点是这个 高等教育法 还没过关嘛 所以眼前 现在所法令当中 我们只有高中 只有高等的一个义务教育 高等的国民教育 没有义务 所以因为这样 他不是义务教育 你们就不应该 来要求他免学费 好 会考考的更多 好 这个考试科目变成要三倍 然后呢 事情变得更复杂 然后再来就有很多学校 更接近要倒闭 然后家长更焦虑 我不知道这样的东西 为什么要实施 再来 作为一个教育部长 作为一个大学校长 何等尊贵和尊严 是所有知识分子所追求的 如果说 作为一个公立大学的校长 并且担任全国 士大夫的一个龙头的教育部长 可以今天说我绝不如何 明天听了总统的话 立刻改变 我认为 他已经丢尽了全天下读书人的脸 他可以立刻下台了 如果是我 隐行自尽了 自杀自杀一切国人 没有这么丢脸的教育部长 没有见过的 那你把全天下读书人 脸都丢光了以后 你怎么再来领导全天下的老师呢 你怎么去领导全天下的教育学的专家呢 完全不可思议 那你对其他大学校长如何交代 其他高中职校长 你又如何交代 再来 如果总统可以自己不是教育学专业 然后随随便便 两天就会跨过去 指导教育学的专业 然后把一个东西完全翻展过来 然后所讲的东西竟然是变成是 百分之六十的人是要缴钱的 而且那条线完全没有经济学家的考量 自己随随便便说出来 我们究竟被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所领导 这实在太令人汗言了 好 所以我们接着说 请问总统和江院长 实时以天下苍生为念 以四书来教育群众 从小就立志当总统 立志作为伟人 立志作为伟人 第一项是什么 你要爱你的人民 你要为全天下所有读书人 每一个愿意向学的孩子 甚至每一个在屏随线线上的孩子 你要真心的观看他们 你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人 他今天放弃多少人 一夜之间放弃六成的人 你说国主 我如果今天得罪你 我们还有和好的机会 如果我得罪你的孩子 而且让你孩子彻底没有机会 你会原谅我吗 你不会原谅的 所以国民党得罪了天下的父母 你还想执政 那就有鬼了 好 所以我们看到欧老师 也是学界的代表 在今天课是非常非常沉重 而且生气的告诉大家 这个政策转完 其实没有办法来让大家接受 那对蒋伟丁部长来讲 他说他接到的是政策指导 于是就出现了要排复 那他还有脸说这个政策指导 这又要将他通回去 所以蒋伯长是不是也很可怜呢 如果总统执意要这么做 那还是说他真的得要辞职 才代表他还有这么一点学界的风骨呢 好 所以不晓得 那江委员 这个到底有没有社福的味道在里头 您昨天有特别强调 他到底是医务教育就不应该有社福的概念 那现在又告诉你 他本来就不是医务教育吧 没有我应该这样讲 教育他本身就不应该是一个社会福利的考虑 当然 其实包括民进党昨天中午的党团的时候 他们也很吊诡 他们也很吊诡 因为昨天我们早上九点开党团会议 那结果在中午的时候是他们 我们早上九点开到十点半的时候 是真的是只有一位委员 那我就不提了 那其他委员其实都是很焦虑很忧心的 那并且很愤怒的 但是呢 民进党的 那我回来的时候呢 在路上 然后都碰到我们很多民进党籍的委员 因为大家都熟了 我就问他们 起码问了四个 他们跟我讲说 当然不能排富啊 教育为什么要排富 是 那可是他们后来有一个 他们现在的干部党团 干部就跟我讲 可是我们这些党团 也莫名其妙的找了一个 非常主张排富的 而且没有问我们党团的意见 就对外讲要排富的 林万一林教授 我说对呀 因为林万一他下来都是 自认为自己是社会福利的宗师嘛 他什么都从社会福利 这个角度去思考 那问题是说 我们有这么多教育的前辈 这么多教育的学者 那在哼不郎当的 我也曾经担任做高中的老师 我们也曾经在那个环境待过 老实讲 真的不宜啦 我刚讲过高中的学生 跟国中的 以前我记得在教高中的学生 我们常告诉他一句话 你不能够说 你国中之前是家长管的 什么都讲 你才要考上大学就好 其实不是 你的人生是不断地在努力奋斗 奋进当中 没错 结果你这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还要让他去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你有缴税有缴费 我没有 你们知道吗 还有一个数字 我们每一年有576万户应该要缴税的 事实上一年有380万户是Balance 是不用缴半毛钱税的 所以事实上是有将近六成多的人是不必缴半毛税给政府的 那其实只有3点多的这些人 其实这些人已经觉得很莫名其妙 这些人也许真的有比较多的比例是真的是纠结 但是我们现在把这个线拉得更低到114万 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算的 就不如法接受 所以刚才我原来点到 那未来民进党的立场也会改变吗 我们今天为止都听到的 应该要全部的要免学费 而且是完全由中央来负担 未来会不会改变呢 林万一教授很有名的社会学的教授 他很重要很重要 他是苏仁昌主席的重要的智囊团 在一起好多年好多年了 关火我们继续带您看 未来的高中高职校园会是什么样的气氛